委員質詢 在法務部官方指派的部分來提出了一個質疑 那部長那時候覺得說會檢討 那確實在行政院的版本 在董事會的董事長的部分 確實是已經改為由全體董事互選的部分 但是呢只有改了董事長 但是在這個常務監察人的部分 卻仍然由主管機關來做指派和領選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不妥適的 既然要來做修正 我們希望組織能夠來好好的 能夠讓他能夠大步向前的情況下 我們認為這個董事長以及說 常務監察人都應該由互選來產生 所以這部分 不知道法務部為什麼會認為說 這邊應該有不同的管道 然後不同調的部分來做處理 是不是應該讓他們能夠同調 然後讓我們的販保協會 真的能夠往比較積極的協助的方式 來做一個進行 謝謝委員的垂詢 有關於這部分 那個行政院已經定在這個月月中 會邀集那個相關部會 就販保法進行討論 那剛剛委員垂詢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盡請我們保護士 就我們草安的那種原題 是否到底要不要去修正案 這部分我們來去研究 是我們認為這個部分應該要同調 而不是說我們只詢問了這個董事長 就只有董事長的部分改了 然後常務監視的部分 常務監察人的部分沒有改 所以應該是一定要用同樣的方式 同調一起來做領選 其實才是互選出來 其實才是比較妥適的方式 請法務部這邊肯請能夠再來檢視這個部分 那進一步來討論的是 在董事會的組成部分 確實有在這部分的草安上面 有一些修正的 我們看到機關代表有四名 然後社會推舉的部分有三名 但是呢還有一個模糊的空間 就是在這個八名的部分 其實沒有明定出來說 到底應該怎麼樣來領選出來 然後怎麼樣來推選出來 那我們其實有詢問了這個專門委員的部分 專門委員也坦承說 在實務的運作上 不排除這個八位的代表 都可能是由法務部來自行推選 所以我們認為其實這樣子 並不是真正大幅的改革 意思就是說 在15名的董事代表裡面 可人還是仍然高達12位 是非民間推舉啊 所以我們認為 在這個八名代表部分 其實也應該要清楚的呈現出來說 到底怎麼樣來做處理 那像比如說我們的版本 就會提到說 這部分還是應該由社會團體來推薦 我們希望的目的就是在於說 過去其實在這個董事會的組成 其實頗為大家所詬病 就是因為只要捐款就是用董事職位 這樣子的仇用的可能性 其實仍然會發生在這心滿的草案當中 而導致我們整個飯堡其實沒有辦法 好好來討論他們的業務 應該如何推動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董事會的組成裡面 也應該來明定這些代表 應該怎麼樣出現 怎麼樣來領選 其實都應該一併來做討論 而不是用一個模糊的方式來提到 然後未來可能仍然是由法務部來做指派 這樣子的方式 謝謝委員 那這部分 那個我們也請我們那個保護師 就是就跟委員所推薦的問題 內部做相關的原因 我們在月中政委所召開的會議 我們會再提出我們一些的意見 是我們希望能夠在此提醒 法務部能夠積極來做處理 原因就在於說 不曉得次長年還是否記得說 2019年法務部其實有委託 辦理這個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的 白皮書裡面的這個策略2 就特別提到說他的董事會的決策 應該要能夠民主化 應該有多元的管道民主的過程 來推舉適當的董事人選 以廣納人才 其實這是由你們自己的白皮書裡面 就提到了 那既然在修法的時候 為什麼不一併把它修到位 而是只修一半這樣的情況 我們覺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我們真正能夠來檢討 然後真正能夠來落實 這個董事會的組成的成員的部分 能夠能夠來明定出來 到底是怎麼樣推舉出來的 都應該要清楚來做討論 而避免掉說 好像改了 但實際上仍然沒有改的情況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妥適的 真的應該要來正視這樣的問題 而且這真的不是只有提了一年兩年 其實從私改國式會議的時候 就一直到現在 包括你們自己白皮書也提出來 我們希望5月中的這個討論會議之後 能夠清楚的看到這部分的改革 而不是只有做半套的情況 謝謝委員 那個朝著哈 那個民主化 決策民主化也是我們 那個努力的一個方向 所以請希望能夠在剛才 談到這個常務監視的部分 然後還有在決策 還有在這個董事會裡面的組成的部分 都應該清楚明定如何產生 然後才有辦法讓大家能夠好好的來 來如實的來討論改革的部分 那包括說我們也看到說在 之前在今年1月的時候 就因為翁茂中案的部分 有疑似這樣的弊案發生 其實法務部也有對外的來發表聲明 認為說應該要來積極的促成 和著手規劃檢查人員退出三會 但是現在改修法卻只有改了半套的情況 其實非常不妥適的 應該來積極的來檢視 所以真的很懇請你們在5月中的會議中 能夠積極來討論 包括剛才提到這幾個部分 都能夠一併來做調整 那這也不是只有本辦的聲音 其實包括民間團體的聲音 也都是這樣子朝這個方向來做進行的 那法務部真的應該要聽見 我們的討論的聲音 然後以及說為什麼要來這樣做 這樣子的落實 其實是才有機會 能夠讓販保協會 真正能夠提供適當的權益的保障 來保護犯罪被害人 好 謝謝委員 謝謝